日式港幣 沒有想投 你這個月能給予一份繳班費 沒有想投 你這禮拜該繳班費了吧 沒有想投 你這禮拜該繳班費了吧 沒有想投 失敗的方向 有了錢繳班費 而且還有剩 我再碎一遍 這個呢 五百 這個呢 六百 這個呢 四百啊 好 面具戴上 藍頭吧 那個 這只要九十 欸 你有養嗎 好丟喔 你從來喔 在Aman那邊起來 搬東西 我在地上撿到了 現在有便宜再做一樣的計畫好了 晚上就可以出現了 我扶孫中山的銅像 屬於在街頭 我知道你要幹什麼 你知道我要幹嘛 那剛剛根據警方表示呢 有可能是附近一所高中學生的惡作曲 是我只能發說 你是我先發聲的 但是也有可能 他們想要表達什麼 我比較窮 我比你窮 需要那個錢交班費 需要那個錢交畢業的行費 我每天只吃一餐飯 我今天一餐飯沒有吃 你家裡也很窮 你家裡喔 對 你家裡 你別讓我不要參觀 今天晚上我們就要死做 我們必須合作 將來能做出什麼大事 我參加 我們不能窮壁 我們兒子兒子 不能窮壁 大家好 歡迎收看異想世界 我是張凱英 一隻眼導演 在睽違十二年之後 推出新作 行動代號孫中山 今天很榮幸邀引到影評人 蛋唐某來到現場 我們分享 小萌你好 大家好 我是蛋唐某 一隻眼導演 睽違十二年之後 才推出新作 他說行動代號孫中山 是一個很怪的電影 但是這個怪又非常的有意思 小萌 這是一個什麼樣子的故事 其實這個電影的片名 就很奇怪 什麼叫行動代號孫中山 你把孫中山這樣一個 具有歷史意義的人 放在電影裡面 電影片名裡面 其實是一個 就給人感覺很荒謬的感覺 對 那這個電影 其實故事也是很荒謬的 他的背景大概就是在 當代的一個臺灣 當代臺灣一所中學 故事的主角呢 有兩個 他們有個共通點 就是他們都很窮 一個人呢 繳不出班費 一個人繳不出畢業旅行費 其中繳不出班費那個 就想說好吧 他會發現說學校有一個 國父銅像放在儲藏寺裡面 他會想說 如果把這個銅像拿去賣掉的話 就可以有錢了 OK 那這個 這時候他又發現出 有另外一組人馬 就是那個 那個繳不出畢業旅行費的人 他也很想 投這個銅像 於是這兩組人馬 就開始在那邊 彼此較勁 彼此計畫 怎麼樣的去 去去 投這個銅像 那這部電影有趣的是 這個過程當中 他們他們的發展 一方面是說 這幾個小孩子他們怎麼樣 去偷銅像的過程 偷銅像很麻煩 這麼重的東西 他不需要很好的 沙盤作業 那另外一方面 這部電影在這個偷銅像 過程當中 他帶出了當代臺灣的社會狀況 一種大家普遍貧窮 普遍覺得民生 不是那麼的理想 一種社會狀況 那這種社會狀況之下 即使是小孩子 也要承擔這份責任 我想說一般都是大人 在負責這個事情 可是現在呢 我們連一個國中生 工學生也必須面對 這種經濟問題 對 繳不住班費裡面的 這個角色叫阿佐 他說 你知道嗎 我阿嬤做一個手工的 就是手工花 對 一朵手工花藥 只能能領到五毛錢 所以你知道 我的阿嬤要做六千朵的手工花 才能夠繳班費 我怎麼可能開得了口 所以等於說 行動代號孫中山 他是用喜劇的方式 但是他其實探討的是一個很 很深刻的貧富不均的問題 孫中山在裡面是一個很重要的 象徵符號嗎 小萌萌可以幫我們分析一下 孫中山其實這個也蠻有趣 孫中山這個東西 大家都知道是我們的國父 不只是國父 對於很多歷史上 中外歷史來說 他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他幾乎改寫了整個中國的歷史 那可是呢 在我們的台灣文化當中 孫中山 我記得上一次孫中山 孫中山出現在電影當中 是那個十月 十月微塵 十月微塵 而且他不是主角 配角 孫中山對我們來說 那個感覺已經越來越淡了 那可是孫中山 不管怎麼樣 他在過去到現在 還是有兩種意義 第一個就是權威 他代表一個權威的象徵 一種國家體制權威的感覺 另外一個就是說 他代表著鈔票 對 因為百元 每天大家都在用的 鈔票的感覺 這幾個小男生 他們去拿著孫中山的雕像 這個過程事實上 也是一種他們 他們對於 一方面是他們對於權威的一種 一種瓦解 就是說這個孫中山 曾經是一個這麼偉大的人 可是到他們 對他們眼中 他們看到的並不是他的豐功偉業 而是一個可以賣錢 就是跟廢鐵一樣 稱重量賣錢的一個東西 所以說孫中山這個影域 在這部電影中的那個怎麼樣 安排是非常的有趣 而且又有脈絡性 等於是一個非常蠻有趣的一種安排 嗯 小某也有講到就是世代不同 所以對壓迫的來源是不一樣的嘛 對不對 就是過去我們可能想要就是 想要反抗的是威權 但是現在你想要反抗的卻是你的貧窮 就是非常切身的問題 那片中就是用了 就是美少女的這個面具 是幫助整個劇情很重要的一個 就是催化劑 小某某可以幫我們說一下 其實面具有很多功用 面具在那個戲劇當中的功用 是有歷史的 希臘的悲劇啊 人具 他們都戴面具 可是他們戴上面具之後 他們卻可以表達出一千種不同的情緒 那採上面具我們可以想一下 那個意志園在那個藍色大門當中 也有用到面具 那電影當中有兩個女學生 他們就剪了一個陳柏林的面具 然後戴上去 然後開始跳舞 唱歌跳舞 好像說我扮成一個男性之後 我就可以變成男性 開始得到解放了 那在這個電影當中 剛好相反 他們是一堆男生 卻戴了一個很奇怪的 一個面具做事情 那這個面具在故事當中 也是一個也蠻有趣 他是一個放在那個商店最下面 最不起眼最便宜的面具 而且他的塑膠很爛 對 戴上去會發 可是這樣一個很廉價的東西 卻在他們的整個過程當中 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等於是他們的同向過程的一個 一個怎麼樣 一個服裝上的一個標 一個dress code這樣子 對 面具跟孫中山 這兩個東西 在那個電影的海報上面 放在一起 我們看上去真的非常奇怪 荒謬的感覺 對 孫中山就是一個 那個我們想像中 非常那個那個東西 崇高權威 可是可是這個面具 是一個很廉價 出版流行文化的東西 所以說對這兩個世代來說呢 他們權力的那個符號 已經不一樣了 在過去世代他們覺得說 權威是一個是一種是一種權力的來源 可是在今天來說呢 能夠拿到錢比較重要 民生的問題還是就是最需要 就是每天都會遇到的 馬上就要立即要處理的問題 對 而且他們在這部電影當中 他們只要戴上這個面具之後 他們就所向無敵 他們就可以做任何事情 因為彷彿這是一個怎麼樣 一個什麼神器 帶給他們神秘的力量 這一種東西 剛剛小某也有稍微聽到 就是一智原導演 他一直以來 他都是拍這種青春成長 然後叛逆的故事 小某可以幫我們回顧一下 一智原電影 像藍色的大門到這部 行動代號神中山 這兩部片幾乎都是以年輕人為主 就是說在這兩部電影當中 你都幾乎看不到成人的世界 都是你知道都是幾個年輕人 在他們的世界當中的故事 那在藍色的大門當中 那個電影是2002年的時候拍的 這樣已經十二年了 那十二年前 那時候幾乎是台灣那個解嚴十多年了 那個開始慢慢的開放 然後性別論述開始出來的時候 那在那個藍色大門當中 有判例行為是比較開玩笑的 比較有趣的 比較惡作劇的 譬如說那個男主角故意穿畫衣服 對不對 然後呢 譬如說他故意脹氣的時候 不好好站 就是說一種他們是在叛逆對體制反抗 可是他們的他們的那個方式 是比較比較有趣的 比較他們這樣子做 其實無傷大雅 不穿制服頂多就被老師念念而已 對不對 他們不會怎麼樣子 可是到這個時代呢 他們的這部電影當中 在這個時代的年輕人 看起來不像陳柏倫那樣子 有外表的那種叛逆性 陳柏倫的感覺 就是給人家那種叛逆小子的感覺 可是張華雲看起來是 一個很可愛的 可愛的乖乖寶寶 可是可是呢 他進行的行為 卻是一個非常非常叛逆的 因為他偷東西 偷東西是要被抓去警察局的 他們的叛逆已經到達了 可以要去警察局的程度 所以說呢 這個時代的叛逆 雖然看起來好像沒什麼 他們沒有那麼的遺著 外表上面的那種象徵 可是他們實質上 他們的叛逆 是對整個體制的叛逆 對 所以說 所以說這個是很嚴重的 他們現在判逆 是比以前還要更加的嚴重 更加的加倍奉還 具有毀滅力 就是張華雲就是飾演的阿佐 他就是在捷運上面 他就不斷地再重複說 我沒有想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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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就是事實上 他就是想偷嘛 所以造成一種很有趣的一個對比 那男士他們他是講 也是講青春叛逆 他是一個比較甜蜜的 甜甜的帶著愉悅 感覺的青春 青少年對於自己性的探索 比較起來 使用動態 使用動態就比較激進 他的叛逆就是比較激進 那種叛逆 他是很直接的 對一個台灣一種 發展出來一個資本社會 一個金錢智商 消費智商一個社會 很直接的一種撞擊 作詞文章